据港媒报道 今年35岁的胡姓儿呢 今年12月月底啊 就要和男友菲利普累完婚了 不过前不久呢 菲利普却被拍到趁着姓儿工作的档期 多次在夜店私会辣妹哦 新年年初才公布恋情的胡姓儿 被报年底12月28号 就要和男友菲利普完成婚事 交往不足一年就决定托付终身 这让不少人为胡姓儿担心呢 而且就在本月初 菲利普还被媒体拍到在夜店私会辣妹呢 说话的这位就是夜店风波女主角陶子尊 场面上大宋祝福的她 却在私底下和菲利普举止亲密 两人被拍到的那一天 恰逢胡姓儿开工 于是就人称菲利普只是在借机偷食呢 不好意思难道就是承认了 当时消息已经发出胡姓儿 还立马出面力挺男友呢 称陶子尊只是男友的好友的女朋友 可如今世界女主角却有默认的意思了 他也受菲利普出去玩也是他工作的需要 陶子尊称他跟菲利普并无特殊关系 当天也只是工作上的应酬而已 事实上菲利普除了是为金融财俊之外 本就是某夜店老板 财力雄厚的同时感情史也是很精彩 甚至还被外界封为港姐杀手 和03年最上进小姐李诗运交往过一年 12年又曾经和国际中华小姐冠军张希文传出过绯闻 而胡姓儿本身也是香港小姐出身 这回传出偷情的对象也是貌美如花的嫩磨一眉 虽说作为夜店老板锦衣夜行 风场作戏也不算稀奇 不过姓儿还真的是要多长一个心眼才好啊 反正我对她是很有信心 行了 再见香港采访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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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